這題是如何幫助人清楚重生得救 因為有些人回教堂 不一定是重生得救的 希望我們明白這一點 有些在教堂的人 他們是沒有重生的 他們有說信耶穌 耶穌也有說 凡稱呼我主呀主呀的人 不能都進天國 他會說耶穌呀耶穌呀主呀 不一定能去到天堂 因為聖經有說 說到真正得救的人一定重生 和有重生的表現 有很多基督徒是睡覺的基督徒 他們對於神的事是毫無興趣的 跟他們說到關於神的事是完全沒有心的 那時候就很懷疑他是不是真的重生 雖然不是我們需要去懷疑 不過我只是說出一個事實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去到天堂呢 我們都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是需要去幫助人 幫助人能夠清楚重生得救 那有些人就說信耶穌 但是沒有重生 那他為什麼會信耶穌沒有重生 就是想信耶穌 因為信耶穌可以有不同的觀念 就是他好像覺得 我就是信有個耶穌 我就是信教堂 有些人就是信教堂 我信牧師 我信教友很好 我信 以前信觀音 現在轉了觀音的名字 做了耶穌 都可以有這樣的心態 有些人只是信耶穌 就是為了得到一些幫助 就是可能安慰 有人關心他 有些活動 也沒有真心悔改 就是不知道他自己的罪 沒有真心信靠耶穌做救主 所以如果我們有幫助一些臨終的人 一些病人 我們為他祈禱 帶他信耶穌 一定要跟他重複說 我先用自己說 我們一生人有生氣過人 說過謊 傷害過人 罵過人 說過一些不好的說話 有貪心自私 做一些不好的事 欺騙 還有沒有敬拜真神 都是有罪 我們為了每一種罪 真心悔改 神啊 你是聖結的 因為天堂沒有罪的 完全沒有罪的 天堂是 一點罪都沒有的 神是完全沒有罪的 有罪的人 不能進去的 不能進去 因為神是如此聖結光明 所以我們一定需要耶穌 射免我們的罪 感謝耶穌為我們承擔罪的刑罰 我們真信耶穌的人 真心說 神啊我有罪了 我需要你射免我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 我們如何得救 這個就是一個方法 就是我真的 神啊我有罪 我得罪你 求你射免我 我真心扔着耶穌 耶穌是我救主 叫我能够得救 好像比喻 好像什麽呢 有個人快要浸死了 你扔一條繩子 他一定會捉緊的 他不會說 哎呀 捉著又放著 你快些捉住繩子 他又沒什麽心機 又浸著浸著 不會這樣 就是一個浸死的人 有條繩子 他一定捉緊的 正如我們知道 哇 真的有天堂地獄 和有永恆的 就是我們可以是永恆在天堂 就非常充滿愛 其實這個世界 我們只看這個世界 都看到很多 神的愛的表達 神做的食物 神做的花 花、花草、樹木 甚至動物 都會照顧子女 人亦都會照顧子女 即是我們在這個世界 看到這個神是充滿愛 而且開心 尤其是鳥子 我們看到鳥子是開心的 鳥子有時會玩 而且他在那裡叫 其實真的 給人的感覺是開心的 我們就 即是 如果地上都這麽開心 天堂更加開心 所以我們就說 神啊 真是好 你這麽好 我們就希望去到天堂 而去地獄 神是一個完全的 強烈的對比 聖經說的就是 有不滅的火 不死的蟲 是永遠不滅的 那些火是不會停的 那些蟲是不死的 那些蟲不是胡蝶 是會咬人的蟲 也有人覺得 這些可能就是邪靈 即是好像蟲一樣 但也有不同的邪靈 在地獄裏面折磨人 而且永遠出不回來 是很淒涼 所有我們地上享受的 包括空氣 包括水 包括美麗的環境 以及人有感情 這些一切 我們所有享受的東西 都是神的恩典 而地上一點都沒有 所以我們真的跟別人說 真的有天堂很好 我有時會跟別人說 你關心你這幾十年住在哪裏 譬如你家裡漏水 你會不會說 哎呀我家裡漏水 你會說不要緊 一天漏也不要緊 漏到整個地都一樣 都不要緊 廁所漏水也不要緊 我想沒有人會說 廁所都倒流 什麼的髒東西走出來 整個地都是 我相信沒有人會覺得 即是不要緊的 我們住在地上 況且覺得這麽緊要 何況我們永恆 永遠億億萬萬年 是這麽緊要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關心 多一個人說 耶穌說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拯救我 我需要你赦免我的罪 那耶穌一定很歡喜的 他真心有這個悔改的心 悔改就不只是 哎呀神了我知有罪了 赦免我了 而是我真的知道罪的嚴重性 我也很想離開罪 因為罪是污蔚的 叫我和神分開的 所以我心裏面就憎恨罪了 就懼怕罪 懼怕罪的懲罰 我一定需要在神面前悔悔了 而雅各書二章二十六節那裡說到 一起讀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 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即是譬如有一個人 你認識的 當他死了之後 你走過去叫他 他沒有反應的 你拍他沒有反應的 他身體已經沒有靈魂了 那如果人的信心 即是好像身體那樣 但裡面沒有行為的表現 就好像身體沒有靈魂 是死的 這樣的信心是不能得救的 所以我們一定是 為到我們的罪而悔改 求主赦免的 下面講到的罪 就是說謊 傷害人 淫念 又不覺得有罪 疏遠神 又沒有祈禱 又沒有思想的聖經的說話 生命就沒有被神改變 沒有遵從聖經的吩咐 這樣是沒有重生的 是不能得救的 即是他跟耶穌沒有關係 其實神來講 很知道誰能得救的 有些人問我 他說人死去哪裡 我就說如果真信耶穌 跟從耶穌 信耶穌一定跟從耶穌 不會說信耶穌 不跟從耶穌 他信耶穌又跟從耶穌 他就會上天堂 有些人說 他都未審判 但是神根本知道誰有他 在他心中 即是我們有神在心中 神知道 因為神已經住在我們心中 所以耶穌說 有些人我不認識他 他雖然稱呼我主 但我不認識他 因為他跟耶穌沒有關係 耶穌知道誰跟他有關係 那些人就會直接上天堂 都不需要一個公開的審判 這個最後的大審判是甚麼意思 是一個公開的審判 所有人的罪 以及他們有沒有信靠耶穌 顯在神面前 到底基督徒的罪 會不會顯露呢 這件事我就不肯定 為甚麼我說不肯定 因為聖經兩項都有說 聖經有說到 我們的罪搭在腳下 投於深海 東來西有幾遠 他離我們的罪也有幾遠 但聖經也有說 凡人所說的行話 審判人知 必要句句公出來 那基督徒說的那些 要不要公出來呢 到底是怎樣的 審判基督徒是否說 你全部都罪了 甚麼罪也不用說了 你只是為耶穌做甚麼 我相信我們大家最喜歡這件事 但是如果耶穌說 好了 我要將你的生命重演一次 那你生命裏面所犯的罪也重演一次 不過跟著我就會赦免你了 我們都會很歡喜的 不過有些醜怪了 就是醜怪了 我們所有做過的錯事 全部都要顯露出來 那在我來說 我當然是說 神幫助我們了 以往做錯了的 那些我不能夠改變 但是我從現在開始可以改變 我就不想 在審判的時候是這麼醜怪 即是 就算神赦免了我 但是 顯露出我的罪的時候是醜怪的 那就是神幫助我們 真心的悔改 信靠耶穌並離開罪 真的有因為耶穌的心而悔改 信靠耶穌離開罪 那些人是重生的 他裡面有個生命的 在裡面生出來的 那有些人 他是完全 即是跟神沒有關係 就好像這套經文所說的 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 就是你離起初的愛心 這個以弗所的教會 他離起初的愛心 他說你要悔改 你想想從哪裡聚落 你要悔改 從哪裡 你行起初所行的事 如果不悔改 我就把你的燈台從遠處下去 這個燈台就是那個教會 七燈台就是七個教會 就是把這個教會移去 即是因為你們沒有悔改 你們在罪中 所以我們就知道 神幫助我們 知道罪的可怕 我們就拔著耶穌 有耶穌真的好了 我有耶穌有永生 我就跟著耶穌 並且一生平安喜樂 因為我知道神會照顧我 我一生我聽神說 神一定照顧我 我們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 就算被人欺負 神都會保護我們 祝福我們 神會加力給我們 我們就不需要巨化 所以有神 一方面肯定有永生 第二肯定神愛我們 神祝福我們 神保守我們 神紀念我們所做的一切 神供應我們 所以跟從神的人 是可以很開心做人的 好了 為什麼有些人不肯被更新呢 固執 有些人就算回教堂 但是很固執 我試過真的在一個教堂 我跟一個人聊天 我說 你肯定將來去天堂 你猜他怎麼回答 他說 我們不想這些東西 我只是來到教堂 我覺得很開心 我聽到覺得很驚訝 非常驚訝 他回到教堂一段時間 他只是一種活動 我說 但是聖經有講到天堂 我們都要關心 但是他一點都不關心 他這個是固執 他不肯改變 不肯改變 或者驕傲我這麼好 甚至有些基督徒都跟他說 你知不知道 我們基督徒有罪 需要悔過 他說 沒有 我挺好的人 你看我經常幫人 我很好人 我做過很多善事 這些善事是好的 不過他沒有看到他自己的罪 沒有看到他怎樣 傷害人 罵人 得罪人 淫念 污衛 沒有看到 這樣的時候 他驕傲是嚴重的 有些人浪費生命 浪費生命都是罪 即是放屁 沒有管理好生命 就是沒有去愛神 愛神、愛人 包括愛自己 沒有愛神、沒有愛自己的人 放屁都是罪 即是說 行難不結果子 所以聖經講到 行難不結果子 講到一個比喻 有一個人來到 無花果 在葡萄園中 種了無花果 為甚麼無花果樹 為甚麼知道 他三年都不結果子 他就將這棵樹 砍了去 但那個管員說 求他 給他周圍挖開土 加上睡 看看他 結不結果子 如果不結果子才砍去 即是說不結果子 都是不得救的 即是他生命沒有改變 我們不是靠行為改變 不是靠行為得救 不是靠結果子得救 但是真信耶穌 有生命 自然他就會發芽生長 他就會有果子 或者對耶穌沒有心 譬如有些基督徒 你跟他聊天關於耶穌 他沒有心 沒有興趣說耶穌 他就是有興趣說 吃、玩、有甚麼開心 中醫的事 男女的關係 對於神的事 沒有興趣 而有些人覺得我僅僅得救 我曾經認識一個基督徒 真的跟我說 他說二牧師 考試都有合格 六十分 我只想六十分上到天堂 你告訴我我做甚麼 我跟他說你這樣是很危險的 你的心態就是 我想得到耶穌給我救恩 不過我甚麼都不想做 我只想做最基本的 這個觀念是非常之錯的 或者在最後講到 我已經夠好了 有些人覺得自己夠好 所以他沒有心被神改變 不知道罪了 如果沒有靈命更生 會怎樣呢? 充滿罪 可能他不會殺人放火 不過他裡面有污衛 他有不同的 看小人、傷害人 或者他對於神不看重 對於自己的生命很隨意 這些都是罪 他自己不知不覺 就活在罪中 對耶穌沒有心 容易低沉、很煩惱 因為他們沒有盼望 注目在這個世界 浪費生命 而最後最慘就是去地獄 到那個時候是很淒涼 有些人真的死過去了地獄 不過他以前聽過耶穌 這些故事是網上都有的 其實在 在我的耳牧師那裡 都有其中一個影片 是說到地獄 然後你寫耳牧師 地獄耳牧師就有兩個影片 一個就是有人去了地獄 二十三分鐘 有一個就是從地獄回來 他們都說到在地獄裡面 那種淒涼 那種痛苦 是不能夠形容的 他講到 我形容一點點 就是 他說其實我們 他在地獄的時候 是需要呼吸 但是沒有空氣 所以他說他在呼吸的時候 就是 但是又沒有氣 就是好像窒息那樣 但是又沒有氣 但是又不能死 又很熱 很痛 但是又不能死 又很眼睡 因為不斷不睡 不能睡 又很眼睡 但是又不能睡 又不斷被邪靈折磨 因為邪靈憤怒 在地獄裡面 聖經沒有說到這件事 這只是有些人的經歷 就是他去到 被邪靈 是將他 又刀又插 拔斷他的手 腳 很殘忍 但是又生了 又不能死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是神幫助我們 千萬不要去地獄 是很淒涼的 因為我們的罪 都要在神面前交障 我們就是神 我們需要你更生我們 好了 我們如何清楚 重生得救呢 聖經說很簡單 因為耶穌已經為我們死了 我們一起讀 約翰一書一章九節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 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這裡說到 我們認罪 神是信實 即可靠 祂答應了一定做 那我下面 有一盞燈在 當你開燈的時候 那盞燈不會說 我今天沒有心情 我不開燈 你按一按 我不會發光的 不會的 燈是一定會跟從那個原則 你按了它 它就開燈 神也是一樣的 神會跟從祂的原則 祂說了我們認罪 認罪的意思不是口說 有些人在法庭認罪 我認了 我認了 他肯認 不過他不是真心的 我們在神面前真心 我知道罪的可怕 我認罪 神是信實 即可靠 是公義的 是公平 為什麼公平呢 因為耶穌已經付了罪的代價 所以是公平的 耶穌赦免我們公平 沒有人能夠赦免我們的罪 神不能夠 沒有耶穌來赦免我們 因為我們犯了罪 一定有罪的代價 即是犯法 犯了法一定有懲罰 因為懲罰一定要付的 譬如說 你要罰款 我們不能罰 譬如有一個人沒有錢 然後有另一個人給了罰款 他就可以釋放了 同樣耶穌就為我們付了罰款 就是他為我們釘死 為我們受罪的懲罰 所以是公平的 因為耶穌已經付了罪的代價 就一定赦免我們的罪 一定洗淨我們的不義 而講到認罪 聖經是講到 心態是甚麼 我們一起讀詩篇五十一篇十七節 神所有的罪就是憂傷的靈 神憂傷痛悲的心 你必不輕寒 即是真是為罪 神我真是得罪你 我真是覺得污衛 其實聖經講到 所有人 信不信耶穌土 都會覺得罪是有污衛的 因為聖經有講到 羅馬書有講到 因為神將律法 刻在我們的心中 所以我們做錯事的時候 我們得罪人 我們傷害人 我們心中有污衛 有淫念 有做過不好的事 我們的心裡 會不會覺得不舒服 不喜歡的 覺得污衛的 這就是聖靈 神的律法 刻在我們心中 而我們信耶穌之後 更加有聖靈的聲音 提醒我們 這些是罪 不過有時候 有些人會給自己藉口 即使基督徒 都會給自己藉口 甚麼藉口 每個都是這樣說行話 我說行話有甚麼所謂 真的會這樣說 整個教堂都會有人說行話 經常都會說行話 我想說有甚麼所謂 這是一個好嗎 他們不好就不代表我們 跟著他們的方式 我們不是跟著人的方式 我們是跟著聖經的方式 聖經告訴我們 凡人所說的行話 必要求句句話出來 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说圣经说了 我们就不要做的 我们就不要做了 我们就知道原来任何 就是不是看人 人人都是这样做 我们圣经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都不可以做的 那么痛悔 诗篇五一篇第四节 诗篇五一篇 五十一篇大家都应该去读 去熟悉的 是大卫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之后 他心里面很忧伤 那么为什么他忧伤 那么为什么要犯罪呢 因为就是人的罪 就是人在犯罪的时候 就不会想之后的 就犯了先算 犯了就觉得很内疚了 大卫在这里和神讲 我们一起读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就是他的心里面忧伤 神啊我得罪了你 那么这个就是痛悔了 神啊我真的痛悔 我唯独我的罪痛悔 肯定得救 我们讲到肯定得救 第一就是先悔改 第二就是信靠耶稣 并且口里承认 那么我们一起读 罗马书十章九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然后马太二十四章十三节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好了这里讲到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意思就是说 不只是心信 口都会承认 就是有生命的表现 比如 我真的听过有些人 他和某个人结婚 他说结婚 不过不是一起住 我都很奇怪 我说 那你是不是既然结婚 他就说 我们是注册了 不过不是一起住 那他是不是真的结婚 那就是很有疑问 到底是怎样的 同样应用在信耶稣 有些人 心话信 心信就行 有些人会问 心信就行 其实他的意思 他不是真的信 不过总之心里信 那么 心信 口就会承认 就是口会说出来 耶稣真是好 我信耶稣的 耶稣真是救我的 你也信耶稣 口里会承认 这个人 就是他心口一致 就是他不只是心相信 他行为会有表现 他不只是行为有表现 他心相信 有些人行为有改变的 譬如他肯回教堂 肯帮教堂做事 肯帮教堂 抬抬抬抬 半夜什么都很想做 不过心不信 也不是真的得救的 就是说真的得救的人 心又信 又有行为的表现 又会有生命的改变 这个人就肯定得救的 就是说是有生命的改变的 然后马太二十四章十三节 就说到末世的时候的灾难 然后耶稣就说了 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接着问一个问题 不忍耐到底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得救 就是说信耶稣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离开神 但其实圣经有不同的经文 都有警告的 是有讲到 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和第十章 很清楚 六章和十章有讲到两处经文 讲到什么呢 他说如果有个人尝过天恩的滋味 由于圣灵有份 尝过神的善道的滋味 他真的经历过神的圣灵 和神的话语 他真的有这样改变 然后他离弃真道 就不能够叫他重新懊悔 所以是有这样的警告 就是说有人是可以离开真道的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信耶稣是信到底 不要说我以前信耶稣 我曾经在以前的教堂侍奉 我听到有一个 我跟不同的人聊天 我跟其中一对夫妇聊天 你家里有没有子女 他说有 我有两个子 我说他信不信耶稣 我说信 他说他们没有回教堂 他们受了洗的了 我说他受了洗 他现在有没有回教堂 没有 他又觉得他受了洗 他信耶稣 他就是得救 我说未必是这样的 我便去探望他 探望他 我便跟他们说耶稣 和为他们祈祷 两个都经历圣灵 但其中一个 是信耶稣 今天甚至是 去了日本做宣教士 当时他就跟着回教堂 但另一个始终都不肯相信 即是说他一直信到底 有些人曾经受了洗 但他没有信到底的时候 他不是真的 因为真信耶稣 是会一直信到底 不会说 不断信 有时信 有时不信 所以我们知道 原来信耶稣 一定是深相信 口里承认有生命的改变 还有是信到底 信靠耶稣到底 信靠耶稣的救恩 首先 这三个方格 信靠耶稣的救恩 而得救 圣灵会更生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的表现 证明他已经是得救的了 好了 耶稣就说到 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 那里说到尼哥底母去找他 他就告诉他 我实在告诉你 人若不从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那时候尼哥底母就不明白 为什么人老了 怎么再生过一次呢 再生一次呢 接着耶稣就解释了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就一定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是圣灵将它更生改变 水是什么呢 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按照字面 应该说到洗礼的 而洗礼其实是代表什么呢 洗礼所代表的救恩 即是救恩和圣灵而生的 就是说 他是有这个救恩 信靠耶稣的做救主 也是有圣灵将他更生的 那这个人如果没有这个更生 他不能够进神的国 不能够见神的国 所以我们一定清楚 神帮助我们 有圣灵的重生 我们也都保持圣灵的更生 还有是接受这个救恩 信靠耶稣做救主的 接着耶稣讲下面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风除着以思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那里来往那里去 饭重生灵生的也是如此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譬如妈妈 她生了孩子 生了就是灵生 从灵生的就是圣灵将它重生 那就是灵 她有属灵的生命 然后她说 你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是出奇 这件事是真实的 风除着以思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但不知道它从那里来往那里去 凡重生灵生也是如此 就是说到重生 是我们不明白怎样发生的 都不知道怎样来 怎样去 但是就是当我们听了神的话语 有这个信靠主的心 那圣灵就来做工了 就是我自己初信主的时候 我真的很明显留意到这件事 当我知道神是真 我的心还很兴奋 很开心 在里面有一种开心涌出来的 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就发觉对罪敏感了 这个就是圣灵在我里面重生了我 那我希望大家都有这种心 但有些人听到耶稣是怎样的 你见我去教堂我就去吧 但是是没有心的 那他去的时候 他可能蒙茶茶 根本没有这种的更新改变 就是没有这种被圣灵更新的改变 那时候他可能是不更新的 那我们会留意到 发觉自己和以前是不同了 会犯罪觉得不舒服 会想信靠耶稣 不要拯住耶稣千万不要失去救恩 也有另一种人 就是曾经信耶稣很兴奋很开心 但后来又慢慢越来越淡了 因为他没有保持跟神的关系 这两样都可以发生的 那如何重生呢 就是深信罪的破坏性 真是叫人落地獄的 真心悔改 信靠耶稣 赦免我们 拯救我们 那这个人就重生了 但接着我们要留意 就是如何保持重生 保持重生 我们就明白 重生得救的表现了 有什么表现呢 第一样的表现 就是有圣灵内住 我们一起读一下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 责备自己 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 凡是重生的人 就有圣灵 有圣灵的人就怎样呢 他会为到罪 我所犯的罪 为到义 就是公义 我应该遵从神的 我应该爱神爱人的 我应该行公义的 我应该善待人的 我应该生活圣结的 我不应该在罪中的 他知道这个义了 他会为到自己 有没有遵从神的义 而到自己责备自己 为到审判 将来我们要审判的 真是公出来的 有些人短暂死过 都说在那一阵死的时候 他好像看电影 看回他从小到大 在死的时候 他就会看到他的人生 发生不同的事 我们将来到审判的时候 我们人生不同的事 会显露出来 我们个个都有 丑怪的地方 我们感谢耶稣 他为我们承担一切的羞辱 他为我们 接受了我们所有的羞辱 我们的羞辱 就是耶稣除去了 所以我们审判的时候 我们有耶稣 我们就可以 在审判的时候 是欢喜快乐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说 我留意到圣灵工作 在我里面提醒我 关于罪 关于义 关于审判 曾经有些人跟我说 我不知道我是否得救 我就说 你犯罪有没有觉得不舒服 他说有 我说你有没有信靠耶稣做救主 有没有想耶稣救你 他说有 我这个就是证明你有圣灵内住 所以我们记得 有圣灵 即有得救的人 第一个表现 就是有圣灵的内住 圣灵的提醒 第二 就是有圣灵的感动 我们一起读一下 关于审判 前书十二章三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奏座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被神感动的 就不会说耶稣是可奏座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 也都不会能够说耶稣是主的 就是说 人真的说耶稣是我的救主 是我的主人 救主和主人 他是救我的 他也是我的主人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 他的救主和主人 所以人真的说 这个不是口说的 是真心的相信 譬如有时有些人 他是可以说 接受洗礼 我接受洗礼 我信耶稣做救主 就是口说的 但是这里所说 是他真心相信 信靠 耶稣是我救主的 他真的救我的 我捉住他 他是我的一切 他是我的救主 这样这些人就有神居住 在里面 他就是得救的人 第一就是知罪 第二就是真心信靠耶稣做救主 拔住耶稣做救主 第三个表现就是有得救的果子 得救果子 我从圣经找出有六类的果子 我稍后讲两类而已 我们下一次才再讲的 跟救恩有关的 就是有悔改离聚 还有信靠耶稣 就是说 信主的时候 我们要悔改和信主 得救以后都会悔改和信主 不会停了悔改 停了信主 一直继续 跟着跟耶稣 跟神的关系 亲近神 上在耶稣里面 还有爱神 若有人不爱主 只能可助可奏 圣经说到如果有个人不爱神 他是可助可奏 即是跟神关系 他会继续亲近神和爱神 又是行为了 他会遵从神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尊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进去 即是遵从天父 才可以进入天国 还有侍奉神 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耶稣身上 就进入永生 马太福音25章 没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没有做在耶稣身上 这些人要进入永营 在马太福音25章里讲到的 所以侍奉就是我们祝福其他的人 帮助其他人 这六类我希望大家记得 记得吗 继续悔改离罪 信靠耶稣 亲近神 爱神 遵从神 侍奉神 第二个简单说就是说 如果有基督徒 他说信耶稣 但他没有悔过在离罪 他又没有帮着耶稣 做救主 即是他不得救 他又没有亲近神 又不祈祷 我试过在教堂讲到 我跟着问他们 有几个人在家祈祷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举手 我真的很惊讶 我说你们真的要回家 要感谢神 赞美神 求主赦免 求主拯救你 你和神有这个关系 你没有关系 你只回来教堂 你未必得救的 接着爱神 第一条革命就是尽心爱神 然后接着就爱人如己 行为了 会遵从神 和侍奉神 譬如信耶稣 但他继续犯罪的 又没有侍奉神 即是没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没有去荣耀神 没有去传阳福音 即是说他生命没有改变 这个是真信主的表现六类 但我们今次也只是讲到两类 因为一间大家去帮助 即是互相帮助 清楚对方是清楚重生得救 并且当是练习 第二天你帮人清楚重生得救 如何帮法 这要讲到就是亲近神那里先 因为其实一个人得不得救 很重要 他有没有继续祈祷 看圣经或者思想圣经的话语 他会说神的话语在他心中 有些人说 我不懂字 他听了道之后 他记得 神爱世人 神爱爱你 还有 凡清风我主啊主啊主啊人 不能都尊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进去 那么他就会遵行天父 他就会爱神爱人 即是说 有时候有些人不懂字 他的心里面记得这些说话 他会跟着他做 他已经是 即是他思想神的话语 已经是 即是他跟神有关系 他会祈祷 他会求主赦免他 这要讲到呢 我们的经文就说 我是葡萄树 你是知子尚在里面 我又尚在里面 这个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来了我 你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尚在我里面 就好像知子雕在外面 枯干人 拾起来 拥着火里 施了 即是一个人 跟神没关系的 没有继续祈祷 祈祷很重要 不要只是说 求神 神快点为我 找份工 帮助我找份工 快要我病 神为我预备一个配偶 这些祈祷是可以 不过这些祈祷 不是得救的祈祷 得救的祈祷 一定是悔改 信靠耶稣 做救主的 认罪 求主赦免 这个是得救的必然的部分 有些人祈祷 只是求 求什么 求什么 我们祈祷最主要 应该是赞美神 爱神 并且将生命献上给神 去亲印神 即是一个得救的人 他一定从神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问他 问他是不是重生 三类的表现 第一 就是他有没有继续 有圣灵的感动 让他知罪 第二 就是他有没有继续 信靠耶稣 做救主和主人 第三 有没有生命的表现 而生命表现 我只是这里讲两类 一样就是 会不会亲近神 会不会祈祷 会不会真心去感谢神 会不会求主赦免 另外就是 去遵从神 这个就是我读的经文 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进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进去 到时那天 有些人奉耶稣 他说我奉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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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道赶鬼 行许多义能 但是耶稣说我从来 不认识他 作恶的 这些作恶的人 你要离开我 那为什么他会 全道赶鬼 行许能 都没有遵从神呢 就是他只是 做一个教会的活动 或者他是一个 牧师都未定 但是他不是 跟神有 真正的生命的关系 他只是 去全道 或者他跟着人 去赶邪灵 有祈祷的人 病得医治 但是他自己 是有罪的 我听过 有些非洲牧师 跟我说 有些牧师 他们为了得到 更大的能力 他们去求 和无术的能力 怎么可以这样 为了有能力 这样就 招聚多些人 也有些人 他们的做法 是很为了钱的 他们做医病 就要收人的钱 收奉献是没错的 但是他好像 作为了一种服务 他是为了钱的 也有些牧师 是骗钱的 当我听到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可惜 是不是真的会 这些人 是不得救呢 他没有遵从天父 虽然他做教会的活动 但是他没有遵从神 他会骗钱 甚至有些犯奸淫 也有的 在教会里面 也有犯奸淫 他会不会悔改呢 有些人说 他悔改又再犯奸淫 又悔改又犯奸淫 那他得不得救呢 这个真的是 看他的内心 如果他好像觉得 我悔改 我求主赦免 我又再犯过 又再求主赦免 他这个心态 他不是真的悔改的时候 他是不得救的 他真的犯了错 他求主赦免 然后他真的停止犯奸淫 他求主帮助他 走圣结的路 这样的时候 他是仍然得救的 但这个好看 他和神的关系 他表面停止犯奸淫 不代表他得救 是他和神 有没有继续的关系 他会不会继续说 神啊 你是这么好的 我要依靠你 还有你的救应这么好 我就信靠你 这个是我们学习 就是说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就遵从他了 就是我今次讲到的果子 最主要两样 一个是亲近神 第二个是遵从神 遵从天父的子 才能够进去的 好了 那我们讨论了 我们用这些经文了 譬如说 你若考虑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会 就必得救 还有人若不从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那我们和那个人聊天 那我们这里在座的 应该都已经是从生得救 不过我们可以扮演 或者是去练习 去帮一个人 帮他清楚得救 我们怎样去和他谈法 就是可以一个人 扮作一个未信耶稣的人 或者是信了 但是不肯定自己是否得救 那你有没有真心悔改 信耶稣做救主 你有没有口里认耶稣为主 就是有信 又认耶稣为主 那当你这样悔改 信主是否得救 我试过问过很多人 你有没有真心悔改 有 你有没有信耶稣做救主 有 那你有没有得救 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试过这个情况 总是说了多少都不知道 那你们看圣经 圣经说什么 你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就必得救了 所以圣经说是的时候 我们就相信圣经的说话 你真心悔改 你信靠耶稣是得救的 那你说你信耶稣 你里面有没有发现 信主之后里面产生改变 就是重生了 你有什么改变呢 有没有重生了 这个是得救的表现 我们要分清一下 大家看着我 得救的方法 是悔改 信靠耶稣做救主 一起讲 悔改 信靠耶稣做救主 然后就是 改变就是得救的果子 一起讲 生命改变就是得救的果子 生命改变就是得救的果子 就是说 我们怎么知道 一个人得救呢 他有没有悔改信主 然后 他有没有生命的改变 那他呢 他真的会觉得知罪 会悔改犯罪 觉得不舒服 他会想耶稣赦免他 他会有动力去尊重神 去亲近神 这些证明他是有改变的 好了 那然后就讲到圣灵 圣灵的内住 也都会帮我们清楚 自己是不是有圣灵的居住 圣灵来到叫我们 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那你有没有发觉 在犯罪之后 内心会觉得内疚 并且想靠着耶稣 圣过罪恶呢 一个真正得救的人 他犯罪就会觉得内疚 还有他想耶稣赦免他 这个就是圣灵的感动 是自动的 还有呢 他明明想犯那个罪 明明想犯的 譬如每个同学都偷出猫 他明明想出猫 但是他的内心指责 不能出猫 或者那些人 说一些不好的说话 说闲话 批评某个人 他知道 他想说 但是他心里提醒他 不要说 圣灵提醒他 他发觉有这个声音提醒他 并且他真的跟着他做 这个就证明他是 有圣灵的 在他心中 犯罪会否过内疚 和靠耶稣 胜过罪恶呢 譬如只是悔改又不改变呢 这个就不是真的悔改了 那你可以否形容出来 就是说出来 你是不是真的会犯罪 觉得有什么感觉 那我们都可以互相去分享 我犯罪之后会有什么感觉 会有什么动力去改变 那这个对罪的敏感和对付罪 就证明圣灵居住在你的心中 这个就是用圣灵 然后呢 不是圣灵的感动 也都没有人称 能够说耶稣是主了 就是说这个继续信靠耶稣的心 圣灵感动他 他会帮着耶稣的 这个就证明他已经是得救的 那你觉得 还有你问他了 你有没有继续信靠耶稣 也做救主在你和你的生命主宰 你觉得耶稣在你生命中有多重要 譬如有个人说 非常重要的 那你知道他真的看重耶稣了 但有些人觉得耶稣 好像可有可无一样 我相信耶稣就可以了 他说的语气都是 我相信就可以了 我回教堂就可以了 那未必他真的看重耶稣的 好了 然后说到亲近神的表现了 如果不常在耶稣里面 就好像枝子叼在外面枯干 那你有没有继续亲近神 祈祷和读圣经呢 那你有没有灵修的习惯呢 你会不会看圣经 默想经文 会不会祈祷呢 如果他没有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去 去找时间去亲近神 去看圣经 去祈祷 去默想经文 让圣经神去改变我们 那你和耶稣 有没有保持稳定的个人关系呢 这个灵修和日常的讨告 就是整天都保持与他关系 时时都感激他 赞美他 那如果完全没有与耶稣的关系 可以不得救的 那与耶稣关系也有强有弱的 有些人呢 只是一阵间与耶稣有关系 但其他时间都没有想到耶稣的 那我们尽量有专注的时间 亲近神也有长的时间 整天都去想到耶稣的 那又是行为了 就是行为的表现 就是说你犯罪之后 会不会悔改和尽力去遵从神 离开你的罪呢 那如果人继续犯罪 而觉得没有问题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那今次我们所讲到的 这个讨论 就是第一 就是 怎样方法能够重生 就是悔改信主 和圣灵内住 就证明我们有圣灵 居住在我们心中 圣灵感动 我们也会信主 和他会继续亲近神 和会 遵从神 这就是得救各样的表现 我已经传给你们了 那你一会就可以练习 即将来很有用的 为什么呢 譬如你认识了一个基督徒 他说我信耶稣的 那你就说 好啊 我们弟兄姐妹 那你跟他聊聊天 那你觉得 我们怎样跟他聊呢 可以有一个方法 是这样的 一会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练习 你不是第一句 你知不知道自己上了天堂 他觉得你为什么这样问我呢 我们可以这样问 可以这样问的 有些问题可以问的 就是什么呢 你觉得你和耶稣关系怎么样啊 你觉得耶稣有没有帮到你啊 因为由这些问题 可以显示他对耶稣的看法 譬如他觉得不开心 他会找耶稣的 你会不会觉得耶稣改变你的生命啊 就是这些问题 是可以和一些不懂的人 或者有时我们就问他 你怎么信主啊 那由他听他说信主 让我们知道他和耶稣的关系了 好了 听完他了解他 大约和耶稣的关系 就是问他关系耶稣关系的问题 可以说你怎么信主啊 你信主多久啊 你觉得耶稣怎么样啊 耶稣有没有帮助你啊 你想到耶稣有什么感觉啊 也有一个问题可以问 你肯定将来自己上到天堂啊 那这些是一些可以用的问题 那一会儿大家都可以用这些问题的 那然后呢 他就 譬如他说 啊我 我有的哦 那我肯不肯定呢 那我们就用回 正先的那些讨论问题了 你有没有继续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呢 你有没有知罪悔改 信求耶稣为救主呢 你有没有圣灵的感动 你有罪觉得不舒服的呢 你有没有呢 在心里面称耶稣为主 有没有亲近神 有没有遵从神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几样了 OK 好 我们一起站起来 祈祷求主帮我们 自己肯定自己 重新得救 并且一路成长 不要只得救 整天停留在得救 成长的 并且能够帮助人成长 譬如你认识有些基督徒 但是他真的不成长的时候 我们都有责任去帮助他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插显耶稣来救我们 也插显圣灵感动我们 去悔改之罪 我们当我们得救 我们都很明显感受到 经历到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居住 求主教导我们 如何去帮助人 清楚得救 帮助人如何在主里面成长 首先我们自己反思我们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罪是继续犯罪 而不觉得内疚 不觉得有没有悔改的心 求主赦免我们 在这一阵我给大家 短短的时间大家去反思 有没有什么罪 我们没有向神悔改的 继续去犯罪 而觉得不重要的 在这一阵你都向神悔改 并且坚定地拔着耶稣 耶稣你做我救助 赦免我 千万不要丢下地獄 我们就自己向神悔改 请天父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敏感圣灵的心 圣灵提醒我们关于罪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敏锐圣灵的感动 就会悔改 信靠耶稣做救主 知道罪的可怕性 罪的破坏性 我们就靠主离开这些罪 靠主得性 并且亲近神得力 并且是时时遵从神的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自己清楚得救 并且帮助别人清楚得救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事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圣名 阿门 好 大家请坐 我都讲一讲 这些经文 其实我鼓励大家是去记得的 记得 这些经文 比如说 罗马书十章九节 考虑认耶稣为主 罗马书十章九节 然后 然后 约十六章八节 就讲到圣灵来到位 叫我们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 责备自己 称耶稣为主的圣灵的感动 是高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 还有亲近神是 有限福音十五章五到六节 称呼我主啊主的人 为了不能遵到天国 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都希望大家记下这些经节 你将来记得 好 大家现在就分组 首先 你当作同一个人聊天 你可以用我讲到最初的那些问题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信主的经历 你和耶稣的关系怎么样 你觉得耶稣有没有帮你 在这些问题上去了解 比如他讲得不清 有些不肯定的时候 我们就用以下去练习 去练习帮他去清楚得救 要求不清 你可不明 我站在这些 כ吗 有些不肯定的时候 你不肯定的话 你能让阻撃他去清楚得救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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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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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